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5.1系的实体 在这个实体呢,我们其实运用 关于个Congrenant的知识,还有Cifat Congrenant Sergi-Diger的知识去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Dalam Raja Disabla Garis AB dan DE adalah selari AB和DE是平行线 BE dan AD adalah garis lurus BE和AD呢,是直线 C adalah titik tengah bagi AD 那么这个C呢,是AD的中间点 可以当他说中间点,意思说 CD跟AC呢,是一样长的哦 Tunjukkan bahawa Sergi-Diger ABC dan DEC adalah congruent 那么我们要证明说ABC和DEC呢 是 congruent的 当我们要证明两个三角形 congruent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到Cifat Congrenant Sergi-Diger 我们要记得我们也有6个哦 我们要用这些边和他的角度呢 来证明这个是 congruent的 当我们要证明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我们要根据他给的资料 给很肯定的知道 他的边多长是不是一样 他的角度是不是一样啊 很肯定的,我们才可以用这些来证明 我们不能猜测 打个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知道CD跟AC是一样长的 明白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说用这个 其力或者这个Cifat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角度 还是我们有其他边,我们知道吗 那么就要看了 从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道 这两个一样长,首先我们肯定的咯 第二个呢是DE呢 和AB呢是平行的 当他平行的时候 我们看哦 AD是直线 他说AD跟BE是直线 我们先看AD 看他直线的时候 他经过两个平行线 当经过两个平行线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是像Z的形状 对吗 像Z的形状 那么跟角度有关的就是 这两个角度呢是一样的 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 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明白哈 那么这两个角度一样的过后呢 我们要拿两个角度呢 对,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哈 这条线 这个也是Z直行 当Z直行的时候拿两个角度一样呢 对了,这个和这一个 所以从这一边哦 当我们要用这六个的时候 你要从顺时钟 或者逆时钟去看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角度 角度踩到边 也就是说这个角度 角度踩到边 对吧 或者是你边角度 角度 所以你又边角度 角度 顺时钟去看 我们先写下来 AC等于CD AC等于CD 然后ABC的角度 ABC的角度 可能等于DEC咯 DEC的角度 然后呢BAC的角度 BAC的角度 等于EDC EDC OK,这两个角度一样 所以我们有角度边跟角度 那么看这里 如果顺着去的话 角度角度边 我们不可以看这个我们写的哦 我们要顺着这个图形 角度角度边 那么有吗 角度角度边 我们看 角度角度边 啊,有 OK,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一个 如果你用啊 边角度角度 那么边角度角度有吗 你看边边角度角度 没有,对吗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一定要顺着时钟或者逆时钟看图形 然后才选择到底是哪一个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啊 就是用的就是 啊,角度角度边的 可以用的是角度角度边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边证明了 这两个三角形呢 是 congruent的 当然我们除了刚才那个 啊 他的奇迪奇迪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哦 因为我们不止这两个角度一样哦 我们刚才这两个角度一样是根据这个 slary的这个特征 ok 我们这样再看回去 我们用其中一个 可以用其中一个角 其实还有这个角呢 是一样的 当我们用这个角的时候呢 我们顺着时钟区就是 啊,角度边角度 角度边角度 因为很肯定的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角度 这个跟这个角度一样的 然后这个边呢 他已经说明了 ok 哪里说 他说tittin啊 ok 所以就是呢 这两个一样长的 所以顺时钟区的时候 其实就是角度边角度 ok 就是我们用这个 ASA BCA 等于DCE 然后BAC呢 就等于这一个咯 只不过在这里的时候 你写的时候 当然不是跟住这个写啦 你要看图形 顺着时钟 或者逆时钟 所以我们知道是角度边角度 所以 SUDUT C SUDUT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SERGY TIGER CONGRANT 第二题 RJDIBAWA MENJUKAN DUWA CICI EMPART DUWA CICI EMPART DUWA CICI EMPART ok 在这里他已经说明了 这两个东西呢 是CONGRANT的 当CONGRANT的时候 他也说明了 你就要知道 他们的边 他们的角度 ok SERGY EMPART 就对应的角度跟边呢 都是一样的 DIBWAWA BANJANG PERPENDRU WU 也啦 13CM ok W13CM 就这个13CM咯 HITON BANJANG PQ DALM CM 我们要算的是PQ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怎么算 首先PQ 跟这个 后者跟这个 13CM 有关系吗 对了 我们知道这个就等于这个SQ是3 但是知道这个过后 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找PQ吗 有看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算得出来吗 对我们看这个三角形哦 三角形 我们知道三角形90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Pyphergores theorem 也就是长的这个SQ 当你挂式2的时候 其实等于这两个短的挂式2 然后再加起来 所以你把号码填进去的话 其实会得到这个SQ是13 然后SP呢是5咯 这样我们要找PQ嘛 因为PQ不懂啊 所以从这边我们换过去的话 这个换过去就变减咯 只不过是PQ挂式2咯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动态是挂式2 所以换过去变减咯 然后PQ挂式2呢你会得到144 可是我们的问题要找PQ 我们要怎么找 对了我们把PQ呢 刮式呢换过去就变成了本测 OK 所以我们会得到12咯 12cm 对吧 所以在这里其实当他说Congruent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对应的 他们呃相同的或者是相同嘛 他们的对应的地方 他们的边啊角度啊 看有什么资料别让你来用没有 然后你再运用你其他的知识 我现在要找SRQ的角度 SRQ 然后就说这个咯 要找SRQ 那么他说这两个Congruent 要怎么让你找到这一个呢 我们知道他这是四方形 怎么样让你找到这一个呢 对了OK 我们想要找出这一个 这个105咯 跟这个一样 因为他Congruent 所以这个就是68咯 所以你要找这个要怎么找 我们就用360 对吧 因为总数速度不达拉慢 是360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四个加起来呢 105加90 这个是90 再加68 然后再加这个SRQ 是等于360 你找不到吗对不对 但是只要把这一个换过去 因为这整个总数等于360 所以把这个换过去变减的话 你就会找到SRQ了 然后你就找到97 第3题 第3题 Vizuddin 就把他的一片D哦 长方形的D 分成两个部分 Congruent的两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L shape 还有这个L shape 所以这两个呢是Congruent的 OK 那么在分成两个部分的时候 那么Congruent的话 意思是说 它们有些部分是一样长的咯 OK 那么我们要算A的 OK Hitong Perimeter Dalam M Bagi Satya Bahagian Dana 那么Perimeter是什么 我们要算Perimeter 对Perimeter就是周长 OK 周长呢就是说外围的长度咯 好像说如果这片D 我们围泥巴的话 那么那个泥巴要多少多长呢 啊那个就是周长 然后但是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哦 他说Certia Bahagian Dana 我们已经分成两个部分了 Certia Bahagian就是一个部分 OK一个部分 明白 只有一个部分 因为他是Congruent的 OK 你只要算一个部分 他只要你算一个部分 OK那么在这里你要算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个边的长度 一个部分的边 比如说这一个多长 这一个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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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哦 要算Perimeter 这个多长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多长 我们要看他跟哪一个CC18蛋呢 OK跟哪一个是一样长的呢 对了我们看这个形状的话 跟这个一样对吗 所以呢这就是18咯 OK那么哪一个跟20一样呢 对了这个跟20一样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多少吗 可以知道吗 对因为这个18跟这个18 所以这个就是36咯 OK那么至于这个多少呢 从这边到这边多少呢 我们只看得到这边是20 对这边一个50对吗 这边一个50 所以呢50加20 这就是70咯 有没有哈 所以呢 整个东西呢 我们知道整个呢 从这边到这边就是90 这边到这边只有70 那么这边多少呢 对了 这个也是70哦 70因为这边跟这边一样的 那么当你要算这个Perimeter的时候 对 我们只要把这个边长加起来就好了 OK 那么我用36 OK 36乘2 可以用乘2吗 可以哦 因为这36 这两个也是36啊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36加18加18都可以 OK 然后再加20加50 再加70 但是我用乘啊 OK我用乘 那么我就用20加50 OK 20加50 然后再乘2 OK 那么我会算到212 如果你要你不要乘也可以啊 你要加可以啊 20加50 然后再加70 也是一样的 我看比的 LOS TALAMITAPRASGI PARGI SETIABHAGIAN TANA OK那么现在我们要算的是LOS 什么是LOS 对LOS就是面积 面积它要SETIABHAGIAN 看没有注意的话可能写错了 给答案就算你算的方式有对 但是你可能算到别的东西 OK那么SETIABHAGIAN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部分 那怎么算 如果给我的话呢 我方便的话 其实有两种算法了 方便的话我们找出整个大片了 然后再除2 可以除2是因为它说是CONGRENT的 而且它是合起来嘛 所以呢我会用36乘90 因为整个啊长跟宽嘛 OK36乘90 OK那么接下来 对我们打到答案过后呢 再拿答案除2 所谓得到1620 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了 OK我用的方式呢 就比如说把这个隔开 我看到两个部分对吗 因为我们要算一个BHAGIANMA了 我先算这个小的是方形 然后算这个大的 这个小的呢 我就用20乘18 OK 这个大的呢 我就用70乘18 然后这两个架起来 也是可以啊一样的答案啊 明白啊 所以我们其实啊 这个MASARA呢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你用这个CONGRENT的知识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OK今天我们到这里 谢谢你们 OK OK 感谢观看